没有片头 众所周知 游戏作为第九艺术 是集合了以视觉 听觉 交互性 以及等等等等 趋于虚拟现实的超媒体艺术形态 我们这些可爱的玩家们 既可以深入那光怪陆离的世界 感受或宏大或细腻的视觉震撼体验 也可以戴上耳机 细细感受只有在原来中二岛 嗨时听到的那些音乐声响 当然 你也可以在寂静的晚上 慢慢品味 各种引人入胜 扣人新鲜的剧情 你也可以稳坐于军帐之中 指点江山 发挥你可能自己都未曾发掘的温陶五略 游戏的玩法 娱乐性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还是那一句话 说说我游戏一脑 沉迷游戏上身 但是就跟电影一样 优秀的游戏 无论玩法是什么 随着你糊弄的深入 你操作的小人们 自然不可能是一言不发 你可以在核战之后的废土世界 和各种有意思的NPC 说出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你也可以做出精识之举之后 听听曾经的伟人们 对于此的评价 这些其实已经足以震撼我们 但是对于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来讲 当年那些蹩脚并不顺耳的外语发音 完全大大降低了我们对于游戏的体验 直到我听见 中文 中文 所以今天我来带大家盘点一下 那些或实质或鬼畜 或中二或傻找的中文配音游戏 下排领部分先后 仅代表个人立场 第五名 后来家里买了第二台电脑 我那可爱的父亲成功教会了王尔帝国 我也逐渐摆脱了这份洗脑的语言 将这份痛苦转移给了我的母上大人 《帝国时代2》是一款由微人公司创作的 《帝国时代》系列中的第二部 也是真正做到了震惊整个世界的游戏 它拥有着扎实稳定的世界历史基础 容纳了各种历史时代背景 你可以当压力山大 率领着罗马大军征服整个欧洲 也可以作为游牧民族的领袖人物 用弓箭与马快速拖拦着自己的领土 作为一款RTS游戏 帝国时代真正给予玩家指点江山的机会 运用各种阴谋羊毛 以及创新的战略意识 去统治 去征服 去获得胜利 看着自己的帝国从蛮光部落 慢慢拓展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存在 谁人要不知这征服的喜悦呢 而这给了玩家极大的满足感 但是真正让这款游戏为国人熟知 并且口口相传的 我相信绝对是你在选择中国是那 不太普通话的发发发发发木工 帝国时代二火的时候 我还是个小孩 并不知道网吧是什么 但是现在想想可能 在当年还是靠着菊网运营的小网吧 大家把炮火墙一关 带上几个哥们打开帝国时代 听着那鬼畜的声音 酣畅淋漓大战鸡鱼 第四名 战地 同样也是战争题材 只不过战地是由EA DICE 开发的军事题材的射击游戏系列 游戏以大规模的载具和步兵 在大地图上协同作战 作为品牌卖点 在注重游戏娱乐性的同时 又兼顾着相当高的真实性 那么一说到真实性 在残酷的战争之中 人性的美好和依然 往往是遵定我们出动的 属于和平时期的我们 肯定是没有任何机会 去体验战争的能力 但这些要素 你都可以在战地 这款游戏是重上的 在你与你的队友 奋勇向前的同时 总会出现各种情况 而你们也会发现 他们真的在请求互动 将敌人的子弹 倾向在你队友的周围 在这道完美的 描乐边的同时 他也会死心裂肺的大喊 当然还有你打他的时候 以及曾火急一时的 B战鬼出剪辑 友军之为 更是笑喷了无数的网友 当这些充满激情 感情的中文配音响起时 在座的所有中文文家 都会发出由衷的感慨 真实 很提莫的真实 不知道制作组 在中文配音上给了多少钱 这些洗脑搞笑的中文配音 毕竟深入玩家骨髓 战地这一叶叶的大IP 更是被咱们广大 中国玩家戏称之 友军之为 当然战地系列出色的游戏玩法 已经完全可以让玩家沉浸于衷 而这些搞笑的配音 算是仓库的战争之中 为数不足的轻松元素 第三名 夺命邮差2 夺命邮差2 其实从本质上来讲的话 就是你可以在游戏中 伤害任何一个人 我觉得他的另一个翻译 叠血街头 更加形象 在这款游戏中 你可以用你各种想得到的方式 去虐待周围 不是那么无辜的NPC 但正书游戏的制作人 Lions Death Zero说的 暴力本身并不有趣 粗俗本身也并不有趣 我们需要在这些元素 和其他可以产生有趣的 黑色幽默元素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可能是他们玩得太过了吧 这款游戏已经上市 在销量大增的同时 也引发了极大的非议 我个人是不建议去感受 这款游戏的游戏内容的 因此这段盘点 我也不想放出任何 关于这款游戏的暴力画面 当然感兴趣的观众 可以去B站致命up主 熬兴男子那块 我来看体验 但是啊 但是 制作组不知道是没钱了 还是故意发展黑幽这一条 它竟然真的在2017年 发行了官方中文版 当然中文版也肯定自带中文配音 我放几段给你们赶上赶上 天 这里真是热到 跟糖火炕上似的 我们什么时候搬到地狱来了 还不是因为你呀 非要为那个破电子游戏的工作班 嗯 没 喂 白痴 注意点 注意点 以便处 喂 看着点 以便处 这些 中文配音的出现 可能是因为制作经费不足 也有可能是为了节目效果 但老外做的游戏 真的就没有让人感到史实感 带无感的中文配音吗 答案是肯定有的 而且还不少 在揭晓我个人认为的前两名之前 还有许多数不胜数的 优秀中文配音游戏 你在无人之境的太空之中 听着那一直伴随你的AI 一步步教你如何生存 给予你家的温暖 你也在世界末日的恐怖氛围之中 感受到了你的同伴 给予你的鼓励和希望 那么现在在这段时间 弹幕可以打出你最喜欢的中文配音游戏 让没有游玩过的玩家 也能够参与其中 而他的工作程度 玩家们很快就能体验到了你 有点意思 欺骗大事 来了 第二名 文明溜 如果说游玩帝国时代的你是一个将军 可以指挥你的军队和人民打败敌人 赢得胜利 游玩战地的你是一师兵 在残酷激烈的战场上 击败敌军 并且做到活下去 而在文明这款游戏之中 你就是上帝 你创建了你的宗教 扩大了你的领土 指挥着你的军队 建造着令所有人都惊叹的盛起景观 一步步看着你的文明 从拓荒之时到现代 甚至到达未来 这款游戏的诸多元素 构造了一个极其庞大复杂的世界 并且其独特的玩法 让它在众多游戏之中 投入而出 在这款游戏中 更多的不是有一技当千的潇洒和勇猛 也不是眼花缭乱的操作和技术 而是真正的智慧 大致 毛利 在你做出每一步选择之前 你都必须得深思复略 同样作为一款史诗级大作 它的配音系统也是得人经验的 它在讲一个故事 真的在讲一个故事 游戏制作人在你游戏的过程中 引经据点地表达对你的行为的肯定和认同 从你完成一个眼睛 完成一个政绩 完成一个奇迹 所有的配音都是出自真实的名人名言 历史专辑 它这种厚重的历史感 加上旁白富有雌性 但郑重的嗓音 它好像在告诉你 在拍摄水底自己文明的经历片 所以来吧 伟人 书写你自己的历史评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名 魔兽 炉石 战火为何而燃 秋夜为何而落 天性不可夺 无被心中意诱惑 现在咱们玩游戏 很多时候都可以看见 以什么什么世界为明明的 但在我个人心中 真的对得起世界这两个字 只有魔兽 魔兽世界作为暴雪 旗下最卖足的作品 其玩法和理念 没有我们玩家所通知 在这里我也不再遵述 华丽的游戏体验下 作为玩家的我们 可能真的会忽略 同样饱满的游戏语音系统 炮开优秀的剧情配音不说 它也有大量用心制作的小细节 你知道NPC在你疯狂的点击调戏之下 会对你出言不逊吗 你知道个别情况下 特殊NPC会有语音彩蛋 是在致敬其他艺术作品吗 你知道NPC们走进都市之后 有什么多么搞笑逗逼吗 当然这活主 还有旅店老板的词汇量匮乏问题 您是只会说稀有和金色普通吗 调侃一番过后 回来看看 魔兽是融合了 众多伟大作品的存在 在中文语音上 也是完美还原了 各种NPC的情绪动态 它的中文配音 在表达剧情本身的同时 将玩家真真正正的代目其中 无论你选择在多龙塔尔 这片门荒之地 还是在北军的教堂门前 走入这个世界 我们脚男们肯定都经历了许多 咱们忍受过哈卡瘟疫的系列 与天使姐姐各种亲密接触 开过安琴拉的门 跟虫子军团死和到底 红蓝联合击退了 雷史丘兄的燃烧军团 也领略过极北之地的严寒 也抗衡过大地之主的赤鸟龙烟 好不容易在潘达里亚 穿口气又被小厚搞得世界 鸡犬不尿 然后编剧大笔一挥 受人又成为了众矢之地 顾尔南一复 太监你里边请 就又让燃烧军团 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面前 但我们知道 从我们的双脚 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 这就是属于我们的世界 人们的双脚 所以暴雪啊 你让凯子少说两句 我的白鸡什么时候出啊 还有老房间有个傻龙铁下巴 怒总谢谢宝龙 OK大家好 这里是没有片头的新人UP PYUPYP人 求关注求出藏求英帝 下期我抓紧更新